什么时候开始对死亡开始注意的 或者说开始想这个问题的 战争有的印象就是 忽然间捧一声一个炸弹 炸在我们屋顶上 我甚至 我妈妈说跑啊 让我去防空跑 我们操作人甚至要吃红鸡蛋的 红鸡蛋 跑又看到那个蛋黄 抓起来丢下去 一口差点啃死 我到现在还不敢吃鸡蛋黄 真的啊 我开始想关于死亡 为什么要过得这么厉害 为什么这样 那么就一直看死亡的书 大概你在其他的地方也看过 我说学习什么活很重要 学习什么死亡 特别重要 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去谈 所以这是特别大的问题 老师不面对不面对 而且整个的人就不成熟 不成熟 大问题了 都有不同的人物这个世界上 有不同的看法 你自己的思想是怎么样 你就往那边去走 可以改变的 不是不能改变 只有什么改变得了呢 只有享乐主义改变得了 但是我觉得你骨子里没改变得了 其实你本质上没改变得了 本质上很难啊 其实等于是您父亲一代 其实也应该蛮苦闷的吧 那一代五四青年们 他们到南洋去 然后那种 有他们的苦闷 有他们的思想 对我父亲的臂名叫刘北岸 就是从那边看中国是北边 特别喜欢古体诗 但是他又认为是说要突破 所以他写心诗 对对 但是他的心诗是压应的 就那时候我也写文章了 我就在报纸上 我说这种什么屁诗 用笔名骂 骂了他很生气 这个那是谁 我就在那边偷偷地笑 就是您父亲那时候 其实都卷落中国政治里面嘛 他为什么跑到南洋去 不就是当时的党争吗 我看看你姐那个 姐姐回忆他笑死我了 说他要去参军 因为可以到处旅行 对对对 我说还有这种方式 这个词是他教我的 喜欢旅行 对对对 一染上完蛋了 我很多地方 像爸爸 年轻的时候喜欢打 三七张打领带 我喜欢像我爸爸 我爸爸打黑领带 很少很少 很少 黑领带是上次的时候 才带的嘛 你不然间有一个人 打黑领带 所以他属于那种 很资深的文艺青年 包括我父亲教我的 准时守诺言 这是等于是 老派中文人的 moral code 我真的很好啊 父亲对日本应该有恨吧 没有他不是 我姐姐也写了嘛 叫他去搬 搬那个东西 给他踢一脚什么 对啊 我不看坏的 因为 但是我觉得 这点其实也是很困惑我的 蔡先生 但是我是总是觉得 不知道 就是 我其实我很喜欢 包括你 我觉得你父亲 那代人身上都有的 就中国文的 那个天下 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 包括顾言 我说那种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吗 读圣贤书 所谓和事啊 你父亲讲的吗 就这个东西吗 这个东西怎么 你要完成平衡啊 怎么办呢 后来你发现 吃吃喝喝才可以平衡 哈哈哈 来来来来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 读圣贤书 所谓和事啊 嗯 是嗎? 試碗 試碗 拿一個殼來給我 拿一個殼來喝湯 差不多了吧 謝謝 夠了嗎? 你覺得呀? 我覺得當然可以一直聊下去了 對呀 就是我 我不知道蔡先生的時間 問題 我可以 但是我就是 我們換個地方 可以啊 換個地方 我當然想跟你一直聊下去 這太開心了 拜拜了 小心小心 別這樣拍了 等一下 我們去當那邊還有大把機會拍 好 您最初做電視節目的時候 整天鏡頭對著您反不反 我在拍電影的時候 我對著那些女明星 女明星 跳皮搗蛋 我對我自己發誓 有一天我站在鏡頭前面的時候 我一定很聽話 但會不自在嗎? 我不當他存在就不自在 但是因為本質上 就是你也是個害羞的人嘛 那 脊椎 對啊 後來慢慢怎麼克服 我現在見那個我還是不舒服 我還是覺得害羞 在街上被開 我就是說嘛 那現在就是你要練習嘛 練習 練習了以後 你被人家季節多了 你的臉皮就厚了 那我回去趕緊練習 我繼續練習 回去之後 好 野青好不好 好 野青 你小時候會喜歡看哪些作家的書嗎 體現是先看所有的最匪色的東西 匪色 耶翰克里斯多夫 戰爭與和平 越厚越厚 東東看 每天看 爬爬爬爬怎麼樣都要把它看完 經過那個時代以後就看別的了 開始什麼都看了 外國文學也看得懂 那比如說 小時候看那些 比如約翰克里斯多夫 非常英雄主義啊 是啊 這種英雄主義 在您心中是什麼樣的一個 就是肯定還在 不可能丟掉的 丟掉 丟掉 真的丟掉了嗎 丟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戰爭與和平 怎麼會記得 那你這樣會覺得自己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嗎 你們這幾天還要幹些什麼 蠻想去邵氏那些地方 您有興趣看 有興趣嗎 沒有 香港店的黃金時代 較好又賣錯 蔡蘭在邵氏擔任要職 堅持過成人主演的一系列商業娛樂片 看起來能力雙收 但他卻說自己過了不開心的時光 您覺得邵義夫 邵先生最厲害的是什麼 他身上 不停地學習 不停地動腦筋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努力的一個人 你覺得他的自大弱點是什麼呢 他的弱點 他的問題在哪裡 他問題太一面倒的 去搞那個 他不知道商業片也可以賺錢 文藝片也可以賺錢 他的思想還沒有到那個層次 沒有見過那些東西 我說邵先生 我們一連拍40部戲 我們40部都賺錢 那時候黃金時代 我們拍一部不賺錢的怎麼樣 第41部不賺錢的又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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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第41部不賺錢更好 因為他不懂 他沒有這種觀念 你給他看一問問問問問 他說什麼東西 他不能接受 我說不行啊 不行啊 我說要進步啊 不行啊 不停 沒有辦法 那麼我也沒有能力 老實講 部分都是我的錯 這個大局我改變不了 那這個過程應該有點痛苦吧 有 但是不講了 但我覺得應該講的 有一天我希望您寫出來 我覺得這個對 對下一代非常重要 對您自己也重要 來來來來來來 那我還有還有還有 還有還有 自己來最好 我認為不要打來打去 要喝多少就喝多少 來 我是一個把快樂帶給別人的 是啊是啊 所以我盡量有什麼感傷 我都把它 走在保險箱裡 但因為人是Balanced嘛 就是說你 你有快樂這一面 或者說有這種想要主義的一面 必然有一面是非常感傷主義的 要不人就完蛋了 人就失衡了 我現在已經學到不失衡 真的不適合嗎 可以 那放在保險箱裡也是保險箱 保險箱裡面 還用一條大鎖鏈把它鎖起來 還把它踢到海裡面去 但是你是知道的呀 你是知道有這麼一個保險箱的呀 我知道啊 所以我可以踢嗎 我可以踢嗎 我是知道 我可以踢嗎 我們今天找到虜色域 我可以踢嗎 我可以踢,我可以踢嗎 我是不是 可以踢嗎 我可以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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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踢我 你對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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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很敏感的 那怎么面对这些事情呢 那这些事情可能面对的过程都很痛苦 他就把它锁到箱子里面 按他的说法锁到箱子里面 扔到海里面去 你明天会试图打开这个箱子吗 我不知道 打开需要能力的 我不一定有这个能力 我觉得主要是你别怂 别什么 努力打开 对 给他们尝尝这个 是用冰凉的喝的 冷泡 冷泡茶 其实那个比较出味 另外一个 这个很快出味道 甜甜的 这是干是吗 对 猪干 猪干里面有一块肉 因为有吸了猪干的味道 特别好吃 好 吃吃吃吃 好 这个味道好充分 好吃吧 很充分 我记得以前看 形容加谬的一句话 好像加谬自己说的 一个人如果是个感官主义者 一定是个道德主义者 很敏感 对 所以 这个东西对您来说怎么这么敏感的一个人 食物是本能嘛 嗯 我们常常忘记本能 哈哈哈哈 对 其实道德也是本能 对 吃得好的话自己高兴对别人也好 嗯 这个 很简单 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嗯 而且 健康有两种了 我讲过的 嗯 一种是精神上的健康 一种是肉体上的健康 嗯 嗯 你怕吃这个怕吃那个 嗯 哎呦 这个很难哦 这个要练习很久才会 哈哈 这个哦 等我再练一下 哈哈 嗯 嗯 最有野心的时候什么时候啊 最ambitious的时候 最有野心 当然是在邵寺那几年了 嗯 一直想说拍一部好一点的戏啊 拍一部好一点的 一直说对不起自己啊 太商业了 怎么样怎么样 嗯 后来怎么想听呢 后来我跟昨天跟你讲过嘛 我说你要对艺术有良心 你要对老板 老板有良心嘛 你对人有良心嘛 嗯 这些王家卫作品 有多少个人死在你脚下呀 嗯 有多少老板亏本啊 有多少人在支持你才会成为王家卫作品 嗯 就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 嗯 你如果他有强烈的个人主意的话 你不要拍电影 因为电影不可能是一个人 工业嘛 不是工业 是一个传体唱作 对对 大家都有功劳的 嗯 嗯 嗯 所以开始写作嘛 写作一张纸是我的吗 啊 没有人控制我吗 嗯 我想做什么就是什么做不好 我撕掉了 哎 哎您说那个七八十年代 嗯 香港文化没有创造力 但是你说背后是不是其实 来源于某种香港的流亡精神呢 比如说金庸先生写的 其实某种是流亡文学啊 嗯 他被迫离开那么大的一个中国 离开江浙到了香港 他就想象塞北 想象大漠 想象那种武侠世界 香港那么窄 那么小 那么小的座位 你想想一个最为宽阔的自由的世界 他是对自己 和黄瞻讲那种沧海一声笑 嗯 香港没有那种沧海一声笑 嗯 鱼矿也是 他就想象那么一个太空 对 就是 昨天说那个问题 您说 看到很多 嗯 黑暗的东西 或者说 把它 放在箱里沉下去 对 或者 或者觉得很多东西无法改变嘛 对 哎 你怎么看 其实中国文人那种传统 我觉得是送 送在哪幅画里面 就那个小鸟 心里能着火了 小鸟去咸这水 咸一滴滴水 去浇那个火嘛 那是没有意义的嘛 嗯 但是他觉得这个森林是我住过的 我看到他着火了 我怎么不能去 必须要去滴水去浇他呀 这个东西也是中国 你父亲身上神上 肯定都有这些东西嘛 也是也是 对的 对的 基本上都要这样 嗯 但是要有一个过程 你做过 这种事情也做过了 嗯 那么就做另外一种事情 嗯 嗯 不通度得 嗯 嗯 不要想的太多呀 太多了 你真的想的太多了 吃一点吃一点 大家吃一点 我去洗手间 嗯 哎 哎 蔡先生 不好意思 对对对不好意思 嗯 帮我点买单 买到了 帮我买到了 帮我买到了 哎呀 怎么可以呢 我们去走走 帮我提一下 拜拜 这里很好很好看 这个有一个卖模 呃 王岐腔的 啊 棒棒 哈哈哈 这条是剩下的唯一一条石板街了 嗯 嗯 对过去老香港的感觉 嗯 这里还有一个大排档 嗯 是剩下唯一 之一的 那天 嗯 那个旅游局 叫我来这里拍 嗯 拍这个大排档 嗯 我说你们政府 把大排档 通通赶尽杀绝了 现在你叫我 旅游局 叫我来拍大排档 唯一的 这是一大骗局嘛 你是骗人 哈哈 好像抽离了一下 会比较吃 看东西会比较 清楚 对 对 是这个问题 嗯 就是 年轻时候看那些什么陈映珍啊 看那些什么佳谬啊 就觉得应该苦问的 人生是最好的人生 看坏了 看坏了 那一面他知道 他理解 但他选择不去直接的触碰它或者 一直向前看 其实就叫catch the mood 嘛 catch这个zagast zagast 但是中国文人 传统文人 其实很崇拜失败的 failure 是大家觉得很美啊 春花秋月何事了 往事之多少 失败的一个 emperor 一个君王啊 就您对这个中国文人崇拜失败 这是什么感觉呢 从前很欣赏 出现很欣赏 出现很欣赏 现在又到吗 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 怎么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从我 从我开始 要买最贵的器材 从我开始我要穿最好的衣服开始 那就三十多岁 四十岁 我以前 我听到生意这两个字 我干什么嘛 我以后的钱 赚钱的机会多了 为什么要钱嘛 就是熟气同臭嘛 什么什么嘛 做什么鬼生意嘛 我以前有很多朋友 很多机会给我做 通通不要 后来我开始 做生意了 我那些朋友骂的 谁说 做生意是不好的 谁说的 先生怎么讲 先生你怎么解释 我说 商者商量你 嗯 我先跟你商量 你愿意了我才见你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过程很好玩的 而且你穿到第一桶金的时候 很好 因为我很喜欢这句话 读圣贤书所为合适 是 这个事情困扰您吗 不要 不要把那个包袱弄得太重 嗯 没有必要 我认为我要是 一个人可以 改变 的话 我就去撒头 撒热血 断头颅 我可以去 我认为有时候 我没有这个力量 改变不了 我自己的 所以我就 我就开始 逃避咯 吃吃喝喝也是一种逃避吗 但是在这个时代 可能不一定解决 但是 也会解决一部分 解不了 哈哈哈哈 我就能解决一部分 这个是我跟你最大的分别 是吗 你还没有 你还没有 你要再过一阵子 你会同意我 这话我记住 然后我们 蔡先生 就是 我觉得我们俩肯定会成为 特别好的朋友 好 我们会一直谈这个问题 好 因为我也很少 可以碰到一个朋友 可以谈这些事情 就是 很开心嘛 因为这些其实 都压在我们心底 然后你跟别人谈 别人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会怎么想这些事情 没有 然后我们 嗯 对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一带 走下去还有 还有很多东西看 嗯嗯 那么我们 好 北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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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开心 这两天 哈哈哈 OK 好我陪您过去 没有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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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听话 好好好 听老人家话 嗯 我记得我 大学的时候 你同宿生女生生气的时候 我就想着回来他跟他怎么说 可是他一回来 我对他说不出话来 就是说我说你什么事情可能做的就让我很不高兴那个什么什么 嗯 就是我连这样的表达都很困难 嗯 然后急了就说不出来 我只能替自己的脸盘 他就觉得不知道你怎么 就是 嗯 我会有这样的困扰 嗯 为什么考电影学院呢 考电影学院 其实其实从小有间断性的演戏 然后到可能那个考大学的年纪就觉得 哎好像 有点喜欢这个电影本身 嗯 其实也是可能表演本身啊 让我觉得有一种可以获得自由的方式 自由的混在 打破常规的方式都是通过这个来实现的 对 我觉得电影学院其实给我一个很好的平台 规范自己到一个就是职业任别啊 我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电影人 嗯 嗯 因为你以自己的方式面对这个社会世界 你有一定的规范呢 不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嗯 那时候有没有说的哪些电影人是非常伟大了不起的 非常的inspiring 我喜欢 比如说明里尔斯特里普 嗯 我就很喜欢他早期的苏菲的选择啊 嗯 克莱默夫夫啊 嗯 走出非洲啊 嗯 其实他到老年以后的一些角色 我反而觉得有时候有点张牙不着 对 但是他很好他每次都是在塑造角色 他这这就已经是最好的演员 嗯 小关老师 同学们都来了 八岁继出演过电影的于飞红 在进入电影学院之前 已经有了三部作品 是旅游公司的导游 同志 这两位误会了 大三时 他得到了去旧金山拍摄电影喜福会的机会 我爱这夜色梦 该篇成了1993年 这两年可爱的电影评议 你后来读过这个书是吧 喜福会 喜福会是之前去知道他们找我去拍 然后就赶紧补课 这个书等于是讲了20世纪的一个 中国家庭的这么一个历史嘛 而且坦白说 海外华人的世界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嘛 其实他们那个东西没有被中断嘛 而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断裂的东西 你去理解他们的故事 当时是什么感觉 一个20岁的年轻人 然后这么复杂的一个关系里面 说实话 其实当时还去想不到那么多 小说看了 然后剧本看了 然后这个人物熟读了 你当我当年20岁的年纪这样 尽可能的去理解和诠释这个人物 炎炎 会拍摄 我肯定 马画 就是年代中期 大老师当了一年了 你去美国吗 为什么呢 一个是特别想学好英语 还有觉得自由度 还不觉得自己人生完全能掌控 那是不能掌控 主要是来自哪里呢 那种不能掌控 就是说我好像表面上 我从杭州到北京 已经很独立生活了 其实还不完全是 比如说你有碰到一个困难 你都可以打电话 叫朋友来帮忙 就是可不可以有一种完全独立的 没有任何能够帮你完成的 你需要自己去弄 这么喜欢自我折磨 我觉得这个对我自我成长很重要 美国待了三年 我其实是寻求自己的这样自我完善吧 自我突破 因为我就像咱们在之前谈论的 我性格中很难有表达 就是特别自由地表达自己情感的能力 我待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学成了 特别的时间吗 或者什么原因吗 特别可笑 我有一天跟朋友吃完晚饭 然后我要穿过这个斑马线 到前面那个拐角的停车场去拿我的车 然后呢我的余光看见有一辆车从远处过来 我走走走 我余光就是感觉这个车没有减速 结果我突然本能快跑几步冲过去 结果这个车冲过我 刹车刹在这个前面了 就是如果我不跑几步的话 他就把我装飞了 然后第一次我就冲过去 踢着他的轮胎 然后我就用我学会的各种英文的 脏话 脏话嘛 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哗啦哗啦我就发泄了一通 这是我一生中从来都做不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特别可笑 对别人听起来可能是这不算什么 有点或者是可以引以为傲的事情 但对我来说是特别缺失的一块 我觉得我会了 其实我之后的经历 我也不轻易表达愤怒 就是说你会表达愤怒 和你是不是轻易表达愤怒是两回事 你今天晚上有没有兴奋的睡不着觉 是不是睡不着觉 就是是挺兴奋的 我就觉得我的天 我都可以 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锻炼 我觉得那种自由度 我就心里我不再有一个恶魔占据着我 让我像碰到一座大山 我都能去面对或者克服的 会觉得特别孤独吗 在二位的时候 会 会 一定会 那特别孤独的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面对呢 会特别渴望爱情吗 好像我觉得最孤独的时候不是渴望爱情 怎么要换个地方坐吗 好吗 你去 好吗 这坐的主要是我乱动腿了 脚都刷麻了 原来也是这么一个恶魔 挺有意思的 他身上充满了某种平衡的秩序感 每方面都充满秩序 他都不轻易被打破 而他愿意延续过去的秩序 这么一个讲究秩序的人 在这么一个无序的时代 是内心什么感受 这是我一个很好奇的 1998年回到国内的于飞红 还尝试了制片人导演等新角色 在此期间 商业浪潮 社会变化 都对他电影人的身份 造成了某种影响 似乎他再也没有碰到 像《喜福会》那样的电影 就回到这个 97年 然后你对着这个 开车的女司机咆哮完之后 你觉得你克服这个恶魔吗 克服心理恶魔之后 对爱的理解会增加吗 还是 好像还不仅仅局限于对爱吧 或者这么说 或者男人是对你 自由边界的 很重要的扩展的方式吗 他们会帮助你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啊 对 其实很多是这种精神上的 集取 这个集取是 电影阅读思考 经历 就是去生活 生活 对 挺疏离的一个人 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讲吧 就是 就是不喜欢把情感啊 责任啊都放在另一个人身上 我觉得你自己会很累 人家也会很累 嗯 刚才你说你喜欢读各种人物传记吗 对你来说传记最吸引的是什么东西呢到底 他们的经历 嗯 然后你会去琢磨他们造成的这个结果 一定跟他人物性格有关系 那有什么转机对你影响很大了 看武则天 武则天 对 为什么是武则天呢 你发觉没有很少有人去表现他40岁以后的经历 影视剧里老 停留于他年轻时候怎么在宫里后宫跟女人斗啊 什么计谋毒死自己女儿 恰死自己女儿啊 我觉得他更大的震撼力是在他这个男权社会里 他跟男人斗 在这个政治远见上完全跟男人 你看过他那个诗布阵计划改革计划吗 我没有 非常非常有远见的 嗯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一代帝王啊 给自己最后的时候留一个无自卑 那也是非常 嗯 非常男人都做不到吧 因为他还是身份焦虑带来的可能 除了有焦虑 受惑于女人在于统治者 统治理是什么 那有人焦虑人还是会有叫怎么讲 自欺欺人吧 嗯 他在在权力范围内他可以立一个 嗯 好像我要更要去告诉后人我有多那个啊 或者在最后一刻的发现女人的角色仍然战胜了她的一切 我觉得不光是女人好像也也很多远界吧 嗯 我给你坦白一件事 嗯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我还梦见你两次 真的 这不好意思 我刚刚刚说 希望在梦里是比较 对 美好和友善的吧 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对我来说挺 挺奇妙的一个存在 嗯 但我不知道我一直蛮好奇一点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那种遗憾 比如说演媳妇会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但你演了很多电视剧嘛 也像小丈夫 小丈夫 就是它是个这么庸俗的一个电视剧 那么无聊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 就是你这么一个聪明的姑娘 在我心中这么一个 你去面对这个是什么感觉呢 哦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 首先我不觉得它庸俗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通俗的剧 可能在你的审美里头 你比较喜欢《起伏婚》 那种 有文化意识感的东西 但对我来说 我会各种 都会有一些人物的 还不是说他们人庸俗 因为我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一面可能是 我是说这些东西里面 把人的高度的类型化 但那种类型 我没有尝试过 我 作为演员 我永远不想把 自己贴标签 或者固定在一个框架里头 就因为别人喜欢 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 你是个看很多 很好的书的人 或者很好的电影的人 突然去做一个 写入了很差的一个书 中间 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我不会 我觉得其实挺生活的 好吧 我不站在一个高度来听 我觉得觉得挺生活的 然后挺有趣的 它也表达了一些 当下观念里的 或者情感当中的一些问题 但是它以比较一种 夸张的喜剧化的方式表现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永远不可能 只演一种角色 一种戏 我一定会做很多尝试 你觉得如果现在让你去 再去演喜副会 你可以演里你的妈妈角色 我不觉得演员 有演员是万能的 什么角色都能演 一定是你资深形象 成长背景 就是你身上带的烙音 是有一定限制 你是在自己限制范围内 尽可能的扩大 但你不可能跳出这个 你说我万能扮演任何人员 那我们需要一个演员 还需要那么多演员 看吧 你后来再看过那片子吗 喜副会 没有 这蛮好看的 可以看的 是吗 对 可能很少回去再看自己的片子 几个月后 我叫玉菲哄到书店 一起看影响过他的老片 希望他们能够更真切地打赴自己 有几三十年之后什么样 我不知道 起码希望我身体健康吧 什么样的都没所谓 但你也不担心老 老本身就是要面临的问题 就是我希望我能站得起来 能坐着也不累 我看我日后太快了 多数拍 我们坐一下 我们坐下吧 哎呀 就我们一块儿看个电影吧 就是 可以啊 不要说 我看着要喜副会啊 谁 喜副会 我天下可以吗 看喜副会不要看 那时候我很年幼时候 对我来说是 还是很青涩的表演 你自己看到是很痛苦吗 你可以闭眼睛 痛苦倒不痛苦 尴尬吗 我觉得什么感觉 也不尴尬 就是还比较青涩的 毕竟二十岁二十一岁 嗯 都是以前都是我自己偷偷看 他们没看过 是吗 我能回避一下吗 哈哈哈哈 不是你知道 你知不知道一个演员感觉 我我不知道别的演员 嗯 就是自己看自己东西会很别扭 肯定会啊 所以我们就要看别扭 你让我别扭一下是吧 就是演过我自己都不太 你不太愿意看 不要去做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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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太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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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屁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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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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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得好啊 嗯 真的好 你觉得是你当时感受到 还是导演给你讲得特别好 当时 不知道 就是当然是他指导了 嗯 告诉我 应该怎么演 或要怎么表现 呈现 那我尽量就是按照 这个人物或剧情里面去表现吧 嗯 多好 也是很丰富吧 那个层次 嗯 自己看呢 我觉得他还是挺青涩 不过他已经十六岁嘛 嗯 也是要的那个劲儿 嗯 嗯 嗯 不知道 自己无法评价自己 真的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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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就是 我还是挺好奇的 嗯 你自己生活中对波涛熊那面是哪里啊 嗯 因为我老觉得那部分被掩饰起来了 因为你看起来那么的平衡 平衡是个过程 嗯 正确 不 然后 不见得正确吧 因为说实话 这可能是 我因为到了年纪的发现 真的 其实实面本身 是件毫无意义的事 嗯 但是其实我这个话不 不真正确认 嗯 那我们活得有滋有滋 其实就是因为它本身 无意义 嗯 所以 才会去力图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 嗯 让你自己觉得 有意义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面对 觉得太无意义 就是太哲学了 嗯 那你 如果 就是不 不自杀 不死 你会觉得回来去没有意义 嗯 那我觉得作为肉身 或者这个肉体 一个普通你要生存下去的人 我情愿看到 就是我不想过得那么哲学 嗯 然后我身体还得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那样是很痛苦的 嗯 那我情愿 就活得像一个凡人 或者说你生命中每天找 让你安于生活下去的这个 嗯 反正大家来都是走这么一遭嘛 嗯 既然不能提前或者是 或者超脱于我们这个 繁体 嗯 那我就 就当自己其他人好 嗯 活得乐呵一点吧 那你什么时候 就怎么慢慢意识到这点的 成长 其实这个话可能不太适合 对公众去说 因为可能会误导一些 年轻人 啊 并不是说生活 其实是一种可能更 思想层面的吧 嗯 这存在主义的本质啊 对 你要给它创造意义 对 对 以前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黑人模特 嗯 好像是那个David Bowie的妻子吧 叫什么来着 伊曼还是叫什么呀 我忘了 他也是索马里人 嗯 他十六岁就在那放羊 被人发现的 嗯 然后那个 去查查 他就被一个星探发掘 就到欧洲当模特来了 嗯 然后九十年代很有名的一个模特 索马里的战争的时候 他就回去啊 他真的坐在鸡母上 真是冒着枪林弹雨啊 嗯 那子弹就从边上飞过 他真的就去了 嗯 我很佩服 就是他觉得他是那儿的人 他还为他的人名做一些什么 嗯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有需要 就是有这种社会责任感 或者作为人类人性的一种责任感 让我觉得需要去做那样的事 我相信我也应该回去 嗯 他对生命意义的理解 让我有一点意外 他似乎一方面接受他的无意义 另一方面又在汇集能量 耐心的等待 某些时刻的到来 他的这种理解 既在他的生活中 也在他的电影中 拍完牵手之后 嗯 你会意识到那是对你职业生涯的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吗 确实是牵手以后 比如说观众认识我的多了 嗯 找你拍戏的也会多一些 嗯 你说多重要 我 我倒也没有直接这个意识 嗯 当时是觉得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重了 嗯 两个月就拍三十集戏啊 两个组开啊 嗯 你是女主角 你就两边组跨 然后这个经历上觉得有疲于奔命量 就这样的工作强度 我不是特别适应 嗯 嗯 我还是比较喜欢 比较踏实的 创作一个戏 创作一个角色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到03年的时候 就突然想停下来 那03年休息之后 你在做什么呀 那段时间 就倒了那电影了 嗯 就好像三年 三四几年时间呢 就是反正前后加起来好几年吧 那故事为什么这么吸引你呢 也不知道啊 当时就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吧 那什么样的一种情感呢 你觉得 挺执着的 挺执拗的 执拗到有点动人吧 嗯 怎么了 你跟我走吗 来生我们再回 来生 我会等你 那有来生改编自小说 《银杏银杏》 于飞红饰演的孤女阿九 与仇家的弟弟阿明结位夫妻 面对家仇与爱情的纠结 不耐重的旋征 生死离别 相约来世再见 却不想 终究阴阳染阁 依旧错过 救恩 在导那部戏的时候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有很多 雨天斗的那种是你觉得自己特别无力和无助的地方 你斗不过老天爷 那年就雨季提前来了 一开始还是下下听听 每天两个镜头 然后等好几个小时 到了后来就一点希望 我们想撑都撑不下去 等了足足三天 他三天二十四小时下足一刻也没停 一天剧组就十几二十几万还是几十 你不是你自己的 你说你自己再有金山银山我非要给你扛 也行 你有很多别人的心血资源 钱财在里头 从脚本到拍摄《爱有来生》历史十年 借前中国电影市场踏进商业浪潮 大片不断 明星片酬票房不断攀升 而《爱有来生》则经历了各种灾祸 人员变动 资金断裂等困难 最佳处女作奖的是《爱有来生》 尽管这部电影获得了当年大学生电演节的最佳处女作奖 但票房只有两百万 我特别现在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幅场景 第三天的时候 我站在窗前我的房间 我看着外面的雨 知道内心的感觉是什么吗 没有起伏 没有悲哀 是一片空白 这个真的当了一个最不希望的发生的时候 你是没有感觉 是漠然 是空白 反而一种很奇怪的镇定 出奇的镇定 镇定到自己都不能相信 你说死亡之前是不是这种感觉 死亡是不是你们男人 特别难面对的一个 恐惧啊 或者不去想 回避它 是最大的恐惧吗 人生 我想潜意识都是吧 潜意识 都是啊 可能因为死亡是男人身上前所未的意识到 自身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因为男人是要掌控 对 他要对权力的渴望 权力和他的掌控 或者我觉得男性的所谓 普遍比较单调吧 比较直线条 你还是说的对 就是他 他要控制这个事 因为他认为力量本身控制感是一个重要的 但可能对女生来讲层次不是这样的方式 为什么你们对男女性之间的这个性别这么强烈的敏感呢 就是因为我注意到你每次都说你男人会怎么想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强烈呢 我觉得都不能否认 这就是一个男权社会 不管多少世代都没有改变过 你去没有意识到这点呢 强烈意识到 我喜欢比较清醒的去看这个世界 嗯 因为你在社会权益上 或者是你在社会分工 或者行为规范上 它一定是不是那么平等的 那你讨厌这种男权社会的状况 希望它改变吗 我觉得因为我学到女人最好的方式 其实认清这个现实本身 我不会特别轻易的就是说 喊女权啊或者是那个 我认为你在精神世界上不管男女一定是平等的 嗯 所以女人最自在的方式是我去认清这个社会状况 你现在还有什么特别想拍的电影吗 我之后一直没有那么大憧憬吧 可能人更懒了吧 除非真的是有一个打动到你心灵 或击中你灵魂的这样一个作品 就是给你有那么大憧憬呢 你会去不顾面对任何你可能遇到的困难去做 比如说我们说到你年轻时候看的那些电影呢 包括斯特利普这样的演员 就这些榜样也好 年轻时的期待的某种方向也好 还重要吗 还是说已经 当然重要 他们树立很好的榜样 我觉得斯特利普这样的演员 不是说他每个角色演的有多完美 而是他在给演员做出一个榜样 他每一部戏都是在塑造一个角色 这是演员的天职 那这些年遇到的角色大部分都比较单调是不是 那倒也不是 那倒也不是 而且我还好我这几年遇到的角色 还都是跟我自己反差还比较大的 不是特别一样 对我来说我会觉得你好像没有 当然我这是一厢情愿似的 这种遗憾 没有触碰到就是你和戏剧本身 共同爆发 迸发出来的那种东西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那种遗憾 但事实上如果是有这样的东西不更好吗 更美好吗 我可能年轻的时候在电影学期间 我毕业还会期待这样的时期 什么时候碰到一个特别怎么样的角色 什么戏 什么时候导演懂你 能够挖掘你身上都看不见的东西 到了现在我一点都不期待 真的无所谓 有有怎样没有有怎样 那不期待会不会出于某种恐惧 我不恐惧 其实任何好与不好 我现在都是很坦然的面对 我是特别现在不希望给自己任何期待 无论生活上或者工作上 我都这种不期待的状态 我反而每次碰到的都挺惊喜的 那你觉得自己的天赋怎么样 我肯定是有悟性的 有感悟力的 天赋有多少不知道 我看完樊刚那个书 我只有唯一一个感受 感谢上帝赐我平庸 我觉得天赋他在这个人世里头 是要有极大的痛苦 来完成这个肉身的精灵 我不希望遭遇那样的痛苦 那你现在身上有什么东西特质让你自己很不喜欢 想克服 没有了 现在所有的一切我都很坦然 这就是我没有好和不好 我喜欢自己的成长过程 也喜欢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你越来越艳丽了 你自己觉得呢 我比你年轻的时候艳丽 我不觉得 艳丽我觉得我谈不上 我跟你比较 比较而言 因为那时候 为什么说初夏 一切开始那种成熟 但是尚未到那个 烂调 这么难听讲话 这样 一下就失序了 就点破了 没有进入那个 对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好像 特别好的时光到来了 对 我翻译刚才我在听的 我觉得就是你的音乐 像你我觉得 你还做这么一期节目 这逼的呀 因为我们开一个不挣钱的书店 然后需要别的业务来支持这个书店 你的书店很出名其实 在这个 有有有有有 在这个 文艺中青年界 知识界 中老年 这个我觉得挺难得的 怎么一种坚持 会让你做这个 就在这个 现在这个 那么快速画的快餐年的 做一个纸媒的书店 别的也不会干的 就是 其实我蛮喜欢生活在过去的一个人 我觉得 这点咱们有点 有点相偷 刚才我之前跟他说 我说你是这样的人 有点老旧 对 我猜你是这样的人 对 嗯 我其实觉得这个年代 这样的人很难得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年代 就任何一种坚持都不难 笨拙吧 笨拙会 对 还是很像内心会有一种比较坚持